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11月4日上午 在梵蒂冈圣伯德路大殿主持追思弥撒 纪念过去一年当中去世的书记和主教们 教宗说 在耶稣与凭信德接纳他的人建立爱的共荣面前 与人敌对的魔鬼势力也无能为力 天主忠信地爱我们每个人 这一现实帮助我们从容有力地面对每日旅程 这段旅程有时走得轻快 有时却举步维艰 只有罪过能中断我们与天主的密切关系 但在这种情况下 天主也总会寻找人 追赶上人 为使人同他恢复共荣关系 教宗称 在过去一年去世的书记和主教们 是献身于自己圣照和服务教会的人 他们都在天主手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托